陈先生这辆白色宝马三系轿车是2021年在杭州京昌质保宝马赛斯店购买的 花了大约37万 目前开了18000公里 今年的4月中旬的时候发现问题就是变速箱漏油 停在那的时候朋友跟我讲下面漏油了 赛斯店检查后发现变速箱后油风出现了问题 可以进行质保维修 密封券换一个 它说 陈先生担心的是这个问题会对变速箱造成影响 现在我意思就是说要么变速箱给我换一个 或者说给我研保 研保整个车给我研保三年 杭州京昌质保宝马赛斯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双方之前协商的方案是修理完成后 给发动机和变速箱额外提供一年研保 赠送节气门和空调清洗各一次 这边我们车子做了那个检查 发现是变速箱的一个后油风有一个渗油的情况 那更换这个后油风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是客人说担心这个变速箱或许还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这个担忧我们能够理解 那但是就是说这个实际操作过程中 是达不到更换变速箱的一个要求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油风 工作人员介绍 油风漏油的具体原因还需要拆开再做进一步判断 经过沟通 赛斯电方面针对陈先生的担忧又提出了一个方案 维修结束自日期 客户提车自日期 我们会那个给到客户变速箱 从提车自日期仍然享受新车的 三年十万公里的一个质保 陈先生表示接受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